好 我们接着看 腕驱肌 叫做flaster type of muscle 腕驱肌 CARP有这个组合的就是手腕 驱腕肌就是腕驱肌 腕驱肌有两个 一个叫做 饶侧 饶侧的腕驱肌 一个叫做 owners的尺侧的腕驱肌 大家可以把这位置看一看 一个叫做饶侧腕驱肌 一个叫尺侧腕驱肌 区别在哪 大家看一看直观上它们俩有什么不同 对 指点不一样 起点都相同 都在我们这内上册 指点一个在尺侧 尺侧腕驱肌在尺侧 饶侧腕驱肌在饶侧 根据它这个指点不同 所以它们的功能稍有不同 我们一个个看 第一个叫做 flaster capital owners 我们的尺侧腕驱肌 给你画一个图 起于我们的内上科 指于什么地方啊 这个指点比较复杂 指于这两个腕骨和一个 手掌骨 三个点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看具体都是什么骨 好 取于公骨内上科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内侧 齿骨银嘴 齿骨银嘴的内侧 有一点主要我们寄这个内上科 可以的 问到这个齿骨银嘴的不多 但是我们知道一下 它有一小小的特点 指点 指点 insertion 指于 piece form 手腕骨 我们的弯豆骨 piece form 弯豆骨 这个弯豆骨 它有一个特点 在手腕上 它是八块腕骨当中的 一块特别的存在 有多特别呢 它是一个子骨 它是一个子骨 它是一个sensitium 这个子骨呢 是不与其他骨相连 完全被包裹在这个基建里面 这是子骨 像一个小豆子一样 弯豆骨 大家把这个名字记一下 piece form p-i-s-i 后面是f-o-r-n 今天的这个陌生单词 可能多一点 这八块腕骨的话呢 其实每一块都要记住 其实每一块都要认识 记住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比如说capital 我们头状骨 hammer 我们的这个钩状骨 弯豆骨 triptom 我们的这个 多角骨 月骨 Lonet 月骨 月形骨 还有我们的这个 周状骨 大多角骨 小多角骨 triptom 这些骨 大家务必把它认识 考试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出到这些名字 好 大概的排列就是这样 底下一个周状骨 月骨在底下 头状骨 勾状骨 还有大多角小多角 都在我们的这个靠手掌的位置 好 单词 peaceform 我们的弯豆骨 这个好记 pisi pisi 一看这个 pisi 就知道了 就是弯豆骨 后面勾股 hawk 也是个勾子 tammet 也是个勾子 这两个都可能出现这个名字 勾股 勾状骨 还有是第五涨骨 第五涨骨 从前面数 1 2 3 4 5 第五涨骨 因为它是尺色 尺色万奇系 所以呢 和第五涨骨相连 好 涨骨这么记 我们先记这个carp 这个是万古 对吧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万古 有这个carp组合的是万古 有它的是万古 那么万古前面多了一块 meta 比万古又前面长出来一块 这个就是手掌骨 所以我们看到 比万古多一块的这个词 就是手掌骨 不要慌张 后面往往跟着个数字 就是谁 就是第五涨骨 最后一个小指的这个涨骨 动脉 齿动脉 uneral atro 神经 nervous uneral nervous 齿神经 因为它都是齿侧 所以动脉神经都是齿侧的 动作 大家注意 action 动作 flexion and adduction of the rest 区腕和内收腕 区腕和内收腕 好 我们看一看这个动作 什么叫区腕 什么叫内收腕 正常的生理学解剖姿势是这个样子的 区腕 是这样 这个叫区腕 这个叫身 给大家方角都看一看 这叫区 向里 向手心侧 这叫区 向手背侧叫身 不管这个手在哪个方向 做这个动作 向手心侧就叫区 向手背侧叫身 内收 向小指侧为内收 向大指侧为外展 这是我们手腕的动作 大家注意怎么判断这手腕的动作 一说这个区 就是向手心运动 手腕 向手心运动 这个叫区 一说身 就是向手背运动 一说我们的内收腕 就是向小指侧运动 一说外展 腕关节 就是向大指侧运动 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肌肉 叫做齿侧腕圈肌 它的指点在取齿侧 所以它做的动作是内收 向齿侧运动 好 斜动肌 cinerist 斜动肌 长肌 palm lungs 和flexer carpal 我们的muscle 腕曲肌 长肌腕曲肌 因为都是趋腕的肌肉 趋趋趋腕的肌肉 对抗肌 antagonist 我们的extension carpal radius 饶侧腕身肌 饶侧腕身肌 给这个对抗肌非常有特点 是因为饶侧腕身肌 和它是完全对抗 齿侧腕曲肌 是趋腕 和内收 而饶侧腕身肌 是身腕和外展 其实也很好理解 目标肌肉是齿侧的 所以对抗肌就是饶侧的 目标肌肉是趋的 所以对抗肌就是身的 这个其实很好记 最后一个叫做肘拐 counter 这肘拐是什么 就是我们用手主的这个拐杖 没过肘 跨在腋下的那种叫腋拐 腋下的这个拐杖 好 我们看第二个 叫做饶侧腕曲肌 就一个区别 叫Flexer Capro的Radius 后面改成饶骨了 看一看图 饶侧腕曲肌 也是在我们的内上科企 至于什么地方 大家看看这两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这两个股叫掌股 手掌股 手掌股 二三手掌股 好 我们看看起点 Hogan 就是Middle Epipendal of the Humors 公骨内上科 这个非常明显的 在公骨内上科 指点 要来了 Insertion 你看给大家介绍这个股 手掌 骨骼是这样的 叫Second and Third Metacarpal bones 我们第二第三掌股基底侧 什么叫基底侧 就是靠我们腕骨这侧 就是基底侧 三个单词 Carpal Carp开头的是Carpal 代表我们的手腕腕骨 比Carp前面多了一个Meta 多了一个Meta 就是我们的手掌骨 因为比这个手腕多一块 所以这是手掌骨 最后是手指骨 手指骨 这个词念起来有点像法兰西 Phalangist 所以像法国人手指比较漂亮 细长的都是艺术家 好 法兰西就是手指骨 也有的同学说 这个法兰西我记不住 我们好多朋友叫Havan H-A-L-A-N Havan就是手指骨 这叫手指骨也可以 所以我们考试当中 如果要出到这三个字 大家要知道 Carp开头的 这个是手腕骨 比Carp多了一个Meta 是我们的手掌骨 因为它在它上面 最后一个法兰西 是我们的手指骨 好 这是几个单词 好 我们接下来看动脉 齿动脉 齿动脉 因为它是饶腾万全肌 也是属于齿动脉 神经 Median nerve 正中神经 大家把这记住 正中神经了 跟刚才不一样 齿神经它是正中神经了 动作 Action Flection And Abduction Of the rest 相同的都是屈腕 不同的是 它是外展 外展 外展腕 屈腕和外展腕 这是我们的饶侧腕曲机的 为什么饶侧腕曲机是外展 而齿侧腕曲机是内收呢 根据它的位置决定 因为齿侧腕曲机 它指于我们的齿侧 而饶侧腕曲机 指于我们的饶侧 所以饶侧腕曲机负责外展 而齿侧腕曲机负责内收 除了我们屈腕之外 还有这两个不同的动作 把这个搞清楚 系统机 三代日子 相同 对吧 Parmor of the longs 我们掌伤机和腕曲机 和刚才一样 对抗肌 齿侧腕伸肌 extension carpal owner muscles 相同的一个道理 饶侧腕曲肌 对齿侧腕伸肌 饶对齿 趋对身 所以都是完全对抗 这两组肌肉是完全对抗 另外呢 因为它是正中神经 所以它先设的一个病症 叫做 carpulternal syndrome 就是我们的腕管综合症 这个病如果记不清的话 一看到carp就知道了 这是腕手腕的腕 腕管 腕管综合症 在这个位置 好 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个 腕曲机 腕曲机 齿侧腕曲机和饶侧腕曲机的一个说明 这两个肌肉 好 下面我们看个立体 texting 字幕風 Natalie 李怡霸 继续